基隆河沿岸风光美尤其一路串联基隆汐止台北很多人会骑自行车悠游 只是沿岸的休憩站比较少 在中心路往台北方向过了前方的抽水站之后就没有 所以不少人会在左岸靠近南洋桥前 会从这里出去到一旁的汐止福恩宫 上个洗手间或是喝个水休息一下 只是出路口太窄再加上也不平就民众摔倒 下面那个水溝盖就是不平 连久失修 所以说有人跌倒 那有人跌倒的时候 我们庙有准备那个急救箱来帮他急救 后来他们建议说我看了也不对 我就说请预言过来 然后我们来会看一下 如何改善这个路况 我们庙方也是很愿意说提供给自行车 还是行人运动一个场所 有供应水还有洗手间一些方便 骑脚踏车的人很多都没有休息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到车子在那边也很远 如果刚好下雨的话 我们这里也没有地方避雨 所以这里把它做一个 好像驿站是什么的话 进来的话也可以说避雨 在张树这个地区旁边有个福恩庙 那因为很多骑自行车的来到这里 有这个需要休息的或是需要洗手间的需求 那会用到福恩庙 那福恩庙这边的进出入口 因为它属于自行车要转弯的时候 容易在这个转弯处会跌倒 所以庙方就主动来跟景郎这边建议说 是不是把这个出入口稍微再加宽一点 在结果成情后 议员张景豪就邀请市府水利局 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开 也发现出入口比较窄 衔接的路面也不平 尤其是假日很多自行车族 都会将这里当作休气点到一旁的公庙去 所以也要求进行规划改善 取得了一个共识 预计在两个礼拜内 他们会演绎出一个更安全的出入 出入的转弯处 让这些要用路人 自行车的人 要去休息的时候 或是去洗手间的时候 在这个转弯处能够更安全 也更宽广 是不是拓宽或是将出入口设计改善 预计两个礼拜的时间规划 尽快的施作 让到基隆河沿岸散步民众 或是骑自行车进出更方便安全 加成慧林 细致采报报道